第千灵七十二集 叶凡的尖头上 这个孩童在轻轻的抽气 一双明亮的大眼 沁满了泪水 可怜兮兮 一双小手一起伸向下方 虽然远离海面数百丈高了 但是他依然想抓到什么 欺然悲也伤心的叫着 叶凡并没有将孩童收进顶中 而是想让他见识一下所谓的大战 他的道路注定不平坦 不能当作温室里的花来养大 叶凡摸了摸他的头 冲长 坚强 这是你对江伯最好的缅怀与敬献 而后 他的毛子又冷了下来 依然是弯弓搭建 将神红对准了最后一个目标 金巫族七太子 这一次十大太子中共有五人来此 他想一一射杀 不给他们一丝机会 金巫族的元老大叫 快 让远古神镇燃烧起来 阻挡住他 而七太子则早已冲天而去 亡命飞逃 远离这片古镇 叶凡的声音很冷 没用的 今日你走脱不了 在漠海上空激荡 让整片汪洋都怒浪拍云 达到了高天上 他以形字绝穿过了一重又一重禁制 独立在高天上 弯弓搭建 壮弱满月 整个人如一轮太阳一样璀璨 引动了九天惊奇 最终一箭射出 金巫旗太子 已经化成一只巨大的金色神鸟 飞出去了百余里 但是依然未能躲过杀身大鳄 他被一箭动传头颅 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 满天金鱼飞舞 金色的血液如彩虾一样绽放 染遍长空 巨大的金鸟尸身 如崩坏的大山一样四分五裂 坠落向黑色的大海深处 剪起一朵又一朵大浪 金巫族的两位元老大叫 怒火贯冲九冲天 这是大恨 是举足共奋的大仇 今日 金巫族三太子 四太子 五太子 七太子 八太子 全部被杀 一日间陨落 必将震动天下 金巫一门十太子 各个法力滔天 辟逆天下 被传为美坛 是金巫族鼎盛至极的征兆 然而 就在这一日间 一切都破灭了 五位金巫太子 于一日间死于一人之手 成为了奇耻大乳 同时不用想也知道 这必然成就了 叶姓少年的无上威名 完工设金巫 一天内连坠五日 这将成为一种美坛 踩着金巫族的尸体而进 成为全天下关注的焦点 万众瞩目 及所有光环于一身 这种结果已经可以预料 金巫族的元老恨欲狂 叶姓少年 以金巫族一门的几位天才尸骨 成就了自己的威名 光想想就让他们发狂 心头低血 两只老金巫发喊 不能让他走脱 就是玉石俱焚 所有人都死在这儿 也要将他给我除掉 轰隆隆的 几十座祭台燃烧 化成了滔天大火 当中内运无上沙迹 成千上万只金巫族 争鸣金光闪闪 震翅向天 远古沙阵 展现出它最为可怕的一幕 万巫同飞 展翅凌空 吞吐沙气 助理成为了一片金色的海洋 叶帆一步一步登天而上 要决一死战了吗 神色无比的镇定 他看了看尖头 还在哭泣的可怜幼童 好好休息一下吧 接下来 他将要进行 惨烈的血腥大战了 不打算让幼童观看 因为要适度 让其见到此前的战斗 已经够了太多的血腥 过于可怖的血流成河的画面 真的不适于这样一个幼小的孩子 对他成长不利 叶帆轻轻一服 这个可怜兮兮的志同 昏睡了过去 在睡梦中 依然在呼唤老仆人 小脸上挂着两行 晶莹的泪珠 叶帆向他口中 挂了几口神拳 帮他渡了下去 而后将其收进 玉境瓶中 开始准备一场血战 杀我金屋族人 斩我族太子 这种耻辱如何相报 以至老金屋在大吼 以此调动士气 血债血环 除以我金屋族急行 饱受三万六千金鱼刀 隔载三年零六个月 以磨盘碎元神 永振炼狱下 上百位金屋族高手 大吼全都近乎狂暴 这里大阵封天 剑名啾啾 鬼哭神嚎 杀 杀他神魂 斩他肉身 吸我金屋族吃虎 金屋族众人疯狂 所有人都在一起大吼 升阵天地 整片北海都快沸腾了 远处 有修士隐约间 听到全都变色了 见到前方鬼哭神教的 愁云惨淡 如诸天降临 全部避走 叶凡见到这种高昂的士气 没有多说什么 以形自觉破尽 直接冲天而上 六道轮回全轮动 顿时打出一片诸神陨落的黄昏来 神奇哀鸣 各种异象分成 这一拳之威 含纳了叶凡全身的精气神 使他的道力升华的体现 一往无前 是他四年来的道果 哈的一声 以拳之威祭出 前方十几座燃烧的古老祭台被粉碎 狂霸气息犹如惊涛拍暗 乱石崩云 铺天盖地 叶凡在这片远古沙阵中冲击 杀出了一片血染的天空 这一拳之威 让金屋族四十几位高手陨落 全部被粉碎在虚空中 与他们的祭台同宿 叶凡以一世六道轮回全粉碎了金屋一族的信心 破灭了他们的士气 剩余的七八十人全都住嘴 再无一人叫嚣 你们杀人族圣皇后人时 可曾有过类似的感觉 说什么血债血缓 真的很动听 我就站在此地 你们所有人一起来吧 叶凡平静而立 身上沾染着点点血液 但却没有一滴属于他自己 尽是敌手被毙所留 杀 不能让他活着离开 一日万宫射杀我族五位太子 这是全族的七尺大乳 两只老金屋声嘶力竭 金色乱发披散 扬天怒吼 一旦传扬出去 金屋族根本就抬不起头来 所谓的圣名将一落千丈 而叶凡这个踩着金屋族尸骨前进的少年 必将名震天下 叶凡声音很平淡 好 那就杀吧 但是却有一种血腥的气味 扑面而来无比的肃杀 蒸蒸的 天空中剑芒蒸蒸而明 也不知道有多少神剑鸡舍 更有成千上万只金屋振翅 化成一道道金光杀向叶凡 这是远古沙阵的祭台在燃烧 在释放最为可怕的力量 如果换作任何一位绝顶圣主 恐怕都要隐恨死在了这里 但是 叶凡掌握有形字绝 这种神阵 虽然对他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但是时至今日 却难以斩他 观老疯子施展这一觅 都已经触及到了时间领域 叶凡自己又在北海之眼 悟到四年有余 可以说精进到了极深的地步 少有古镇可困杀他 哄的一声 叶凡出手毫不留情 翻天印拍出 前方十几名金屋族的强者 都成为了肉泥 包括六位半部大能 所谓的杀镇挡不住他 召唤金屋远古大圣 两位元老大侯 他们的身体 如画道一般虚淡了下去 与那镇中的上万只金屋 合在了一起 画成两尊更为可怕的祖物 光耀天地 两只远古祖物金光万丈 纵横天地间 挥动亿万军之力 沾到北海沸腾 将干涸 这里鬼哭神嚎 所有金屋族强者全都跟进 大战叶凡成为了一片血染的天空 也不知道大战了多久 所有古老的祭台都崩碎了 数不尽的金羽飞舞 满天都是鲜血 海面 红了 一具又一具尸体坠落 金屋族死伤殆尽 所有人全部被避血染长空 这一意 叶凡之身大战金屋族上百位高手 当中不乏大能 元老金屋族未来传承者 全部斩尽 这是一片流血的天地 叶凡浑身是血大开杀戒 一战镇北海 可以想象 这一战的后果有多么的可怕 在不久传扬出去后的风暴 能够预料到一二 尹天德 神女一清武 鹿鸦等全天下所有高手 恐怕都会震动 移预料到一路 豆腐迈 三路 二路 都会震动 感谢观看